男子从窗户往外爬 尽快逃离现场 美国马州一列火车 突然冒烟起火乘客 紧急疏散 就在当地时间 21号早上6点45分左右 有乘客指出 这一列通勤列车 正要跨河就传出爆炸声响 火车立刻就停了下来 下一秒车上每个人都在尖叫 接着除了可以看到烟雾 还可以闻到燃烧的气味 甚至还传出更多的爆炸声响 意外发生当下 列车就正好停在桥梁上 军统一名乘客不顾他人 劝阻跳河逃生 起火原因初步调查 是火车底部一块金属松动 与铁轨接触摩擦 才引起火花 索性车上约200名乘客全顺利脱困 无人伤亡 三里新闻陈思维报道